蓝启仁看向一旁的人,问道,旺鸡带阿线下山多久了? 已有月余,蓝启仁点了点头,自那日,他们两个出关旺鸡便带阿线下山历练去了。 蓝启仁看着窗外的天过了许久,说道,快到年关了,传信给旺鸡,让他带阿线回来吧。 这是那孩子来蓝试过的第一个年,让阿瑶问问旺鸡那孩子的喜好好好准备,是舒服。 卫英看着面前的邪碎,在看向一旁的人,自他节道而后完全融合运用自如后。 夫君便带自己下山历练,一开始他很怕也不懂,夫君便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教自己怎么运用不同的法术符咒来解决不同的邪碎。 所以,线下就是考研自己的时候。 蓝站在远处守护着他,他教了那么久该放手,让他独立面对独立解决问题了。 不然他一辈子都是朝礼的厨英,永远都学不会,也不敢翱翔苍穹。 卫英让自己冷静下来,深吸一口气,而后脑海里想着解决的方法,这是中阶凶尸。 还好没那么嗜血残忍,如若不解决了,便会进阶高级凶尸了。 卫英先是探了一下他的底,便知他只会蛮力解决问题,是以他设了结界,把他困在原地。 这凶尸已经没有意识,所以感化不了,只能灭之。 卫英看着被自己解决的凶尸,他真的做到了,他跑向一旁默默守护他的人。 在他怀里高兴地说道,夫君,献献做到了,献献做到了,以后献献可以跟夫君一起叶猎了。 蓝湛抱着他,摸了摸他的头发,柔声说道,献献真棒,以后献献可以保护自己,不让人欺负了。 卫英点了点头,蓝湛就这样抱着他。 这时,一只金蝶飞到他们面前,蓝湛松开他摊开手。 卫英看着他在夫君手心扇动翅膀,不一会便消散了,摇了摇夫君的手,问道,夫君,是出什么事了吗? 快到年关,叔父让我带你回家,想着问问你有什么喜好好让凶嫂准备,过年啊。 卫英想了想,好像他没什么期待的,以前在僵市,虽说都是要干活的,可是过年那天,工作量会增多。 忙到深夜,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只有几个冷硬的馒头。 听着外面欢声笑语,看着天空绽放的烟火,吃着手里冷硬的馒头,就这样过了年。 第二日早早起来继续干活,没什么不同的。 线线,线线。 夫君,怎么了? 你呀,该是我问你怎么了。 线线没什么喜好,家里以前怎么样,过年就怎样。 我都可以的,蓝湛摸了摸她的脸,以前怕是从未期待过什么节日吧。 连生辰都没有人为她办过,蓝湛牵着她的手,柔声说道,我们去游玩,一下再回家。 线线可以慢慢想要买些什么东西回家,把净事装扮一下,或者线线想画些什么贴在窗上。 好,魏英回握住她的手,跟在她身后,线下她好像有些期待了起来。 跟夫君和叔父兄长兄嫂他们一起过的年会是什么样子的?家里会准备什么菜肴?是不是也会放烟火?是不是也有不同于云梦过年的习俗? 蓝湛站在廊下看着院里玩雪的人,宠溺一笑,看着她跑到自己面前跟自己说, 夫君,你看线线堆的雪人好看吗?好看,得到她夸奖的魏英笑得灿烂,而后继续跑去堆雪人了,一个雪人太孤单了,要给她一个半才行,就像她和夫君一样。 云梦将是,这个年过的愁云雾淡,江城被软禁了这么久,线下能出来,不敢出声。 江峰年看着一家人说道,过了年,阿里的婚事该提上日程了,线下金氏没有动静,该是没什么变故了,这段时日,阿城,还有你也给我安分点,别再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别以为以前你们做的事我不知道,和金氏的事不能再有差池了,江城和于子渊不敢出声了。 他们第一次见江峰年这样跟他们说话,确实现下不能再失去金氏这个殷亲了。 江艳离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不出声,心里冷笑一下,真是愚不可及,发生这样的事,他能顺利嫁入金氏以算幸运,还不知道金氏到时候会许自己什么身份。 就在想着,以后从金氏换取帮助,金氏和蓝氏可是有殷亲的,金氏可不是个傻的,会为了江氏而得罪蓝氏。 过了年,蓝氏线下热闹了起来,魏英不再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于是他便带着弟子们下山历练去了,要不然就找凶嫂研究乍膳,不是。 蓝氏线一开始的心理路程,阿县这孩子被谁带坏了,怎么这么闹腾了,快把他以前那个乖巧听话的阿县还回来到现在淡定了,因为他发现他那两个侄子都是护肤的,只要他们的夫郎没事随便怎么闹腾都行,这样才好啊,热热闹闹得多好,忘记那孩子也不再冷冰冰的,他们四个孩子过得开心幸福就好,这样才像一个家啊。 魏英这天不出去玩了,黏在夫君身边,蓝氏看着怀里黏着自己的小兔子,亲了一下他的额头,看着他抬头看向自己,柔声说道,可是无聊了。 魏英抱着他,摇了摇头,夫君这些天很忙,难得他在家,所以就想什么都不做,就这样黏着他。 蓝氏抱着他,任他在自己怀里躺着,看着手里的喜帖,而后递到他面前。 魏英看着夫君递给自己的东西,结果打开看了一眼,将是和金氏的婚宴。 献献可想去。 去,我还没去过兄嫂的家呢。 好,到时候带你去看看兄嫂的家。 好,金光瑶也收到了父亲的书信,便前往雅氏跟叔父说一声,拦起人看着他说道,一码是归一码是,不要牵连了无辜的人,阿县到时候肯定跟着旺姬过去的。 他没去过你家肯定好奇,到时候照顾好他,金光瑶知道叔父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江雁离虽是江氏之人,可他没做什么事,做错事的是江宗主江夫人和江公子。 不用为了担心蓝氏责怪而牵连无辜的人,蓝氏分得清,金光瑶就是佩服这里,对是不对人。 谁错了,就找那人负责而不会牵连无辜的人,所以蓝氏才能叫出两位施加楷模的公子。 金光瑶应下那日会照顾好阿县,拦起人点了点头,便让他回去了。 金光瑶行礼退下,回去准备一下,跟夫君说一声,便出发前往金市。